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平衡行动使印度尼西亚成为新兴市场宠 在斯里兰卡 印度拥抱复兴的旧敌已遏制中国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过于坚韧而不利于自身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选举将如何影响外交关系 卡塔尔在取消死刑判决数月后释放了8名印度人 请大家收看 平衡行动使印度尼西亚成为新兴市场宠 彭博社 印度尼西亚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该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平衡 新领导人需要继续推行轻商改革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同时还要管理中国经济放缓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对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其股市在过去20年中表现优于许多其他市场 然而领导层的变动引发了关于这一趋势是否能够持续的疑问 新总统还需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并在疫情期间实施的紧急政策逐步撤退 选举结果将决定印度尼西亚是否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的经济困境几乎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因为国际市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中国的特定问题如房地产和监管 并不妨碍美国的增长 并且它并不处于推动市场增长的长期科技主题的前沿 中国的衰退也有助于限制生产者价格通胀 并为利率下降提供了乐观情绪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下滑将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 但目前来看 这个问题似乎仅限于金融市场和情绪方面 对人民币的需求不足和中国的去美元化努力 进一步限制了传染的潜力 总的来说 只要中国能够避免经济衰退 世界其他地区就可以享受农年的好运 新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在保持该国微妙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平衡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而中国的经济挑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限 在斯里兰卡 印度拥抱复兴的旧敌已遏制中国 南华早报 印度正寻求加强与斯里兰卡共产主义联盟的联系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上周 人民力量全国联盟NPP代表团的领导者阿努拉 库玛拉 迪桑内亚克 作为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JVP党的领导人 访问了德里 NPP联盟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得票率达到50% 这一举动令人惊讶 因为JVP过去曾反对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影响 然而 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和马尔代夫的亲中领导人的崛起 可能激发了印度对NPP联盟的兴趣 迪桑内亚克坚称与印度的高层会议 并不意味着该党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有任何变化 然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JVP在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中获得了人气 该党在多年来已经逐渐改变了反印度的立场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过于坚韧而不利于自身发展 南华早报 美国商业地产行业的动荡已经蔓延到欧洲 德国银行现在也面临金融传染的压力 然而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四年中表现相对良好 除了中国疲软的住房市场 在住宅领域 该地区主要城市二手房市场的平均价格要么反弹 要么继续上涨 在商业领域 办公和零售行业的租赁活动相对强劲 资本价值下降的幅度没有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大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选举将如何影响外交关系 日本时报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是即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中的有力候选人 调查显示 他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 避免进入决选 如果他当选 分析师预计他将致力于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国防能力 并重新夺回其在东盟中的核心地位 普拉伯沃还需要平衡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并保持与日本的密切联系 卡塔尔在取消死刑判决数月后释放了8名印度人 日经亚洲 卡塔尔已释放了8名印度前海军军官 他们被指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并最初被判处死刑 取消死刑的决定归功于卡塔尔埃米尔 其中一些军官将他们的释放归功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这起案件曾对印度和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关系造成紧张 卡塔尔是印度的重要天然气供应国 此次宣布是在卡塔尔和印度公司签署一项重要液化天然气协议之后 以及莫迪在去年12月与卡塔尔埃米尔会面之后 超过80万印度公民在卡塔尔生活和工作 美国外交政策的神经质固执 外交政策 根据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斯蒂文·沃尔特的说法 美国有一种倾向 即即使这些策略并不有效 也会依赖于相同的外交政策策略 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中 讨论了他认为存在缺陷的四种经常出现的策略 首先 使用空中力量作为一种威慑工具 很少能达到预期效果 它不能让一个社会屈服 而是培养了一种抵抗精神和对报复的渴望 其次 美国经常试图通过对做出令人反感的对手 使用武力来恢复威慑力 然而 如果一个国家不断需要恢复威慑力 那么他的回应可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 第三 美国的目标是无核化朝鲜 沃尔特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最后 美国经常依赖经济制裁 即使他们不太可能改变行为 沃尔特建议 美国应该考虑替代策略和解决方案 而不是诉诸于常规战术 中国警告菲律宾 孟加拉国的五个周末阅读 五个周末阅读 南华早报 本文总结了上周末的各种新闻故事 涵盖了新加坡在龙年可能出现的生育率提升 新德里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的拆除 及其对印度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 中国对菲律宾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扩张的警告 保护孟加拉国传统绘制的人力车的努力 以及中国龙和西方对龙的看法之间的差异 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之间的道路 外交事务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选举将于本周举行 此时该国正在应对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在佐科、维多多总统的领导下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 寻求从中国资助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获得经济利益 然而 该国也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犯 并对中国投资 对其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 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改变 因为该国坚持其自由与积极原则 禁止加入军事联盟 追求自治和不结盟 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种抱团政策 与中国培养经济联系和外交接触的同时 也与其他大国保持联系 包括美国 经济实用主义 推动着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态度 因为中国是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者 然而 印度尼西亚也增加了国防预算 并欢迎与美国加强协调 以应对中国的地区野心 印度尼西亚旨在成为一个中等大国 通过东盟促进各种区域机制 在该地区发挥调解作用 并促进稳定 印度尼西亚选举中的三位总统候选人 在东盟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但他们都致力于坚持该国传统的不结盟 和自治的外交政策 选举不太可能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 印度尼西亚的精英阶层 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大国持谨慎态度 并寻求多样化的外部参与 以实现更加自己自足 该国旨在避免对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依赖 并通过东盟管理与大国的关系 确保该地区的独立性 印度的GM-2有望成为30亿美元 马尼拉机场计划项目的领先者 南华早报 据消息人士称 印度的GM-2集团有望赢得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内叶30亿美元重建项目的招标 这个拥挤程度 在全球排名最差的机场 已被菲律宾政府列入了最终候选名单 其中有四个国际联合体中的三个 入围了该项目 GM-2集团提议 与政府分享最多33.3%的年收入 而马尼拉国际机场联合体 提议分享25.91%的收入 圣米格尔控股公司 提议分享82.16%的收入 第四个投标人 亚洲机场联合体 在技术评估中未能符合资格 此举发生在中国 一直在努力争取支持 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而菲律宾仅将国际投标人 列入了该项目的候选名单 并排除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MSC2024 移民 俄罗斯挑战全球安全 德国之声 慕尼黑安全会议MSC 发布了其新的安全报告 预测2024年 世界政治将出现下行趋势 报告强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 移民和气候变化 现在被视为比俄罗斯的侵略 更重要的安全威胁 报告还指出 对中国和台湾 在印太地区 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感知 正在上升 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满 正在增长 各国将安全置于效率之上 竞争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 高盛预测 香港房价将在2025年反弹 但办公市场仍然令人担忧 南华早报 高盛预测 香港的住宅市场 将在2025年出现反弹 房价将上涨5% 该银行预计 今年下半年将逐渐复苏 因为美联储开始降息 香港的抵押贷款利率 将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下调 与此同时 市场仍然表现出疲软 交易速度较慢 升级和投资需求疲弱 预计今年房价将在下跌5%后触底 印度对中国公司进行审查后 需要采取建立信心的措施 小米 南华早报 小米已回应印度政府 关于发展该国零部件制造业的问题 表示供应商不愿在印度设立业务 原因是对中国公司的审查 小米总裁穆拉利·克里西南 必在一封信中表示 印度需要采取增强信心的措施 鼓励零部件供应商在当地设立业务 这家中国智能手机巨头 要求印度考虑提供制造激励措施 并降低某些智能手机零部件的进口关税 北约秘书长表示 特朗普放弃联盟的言论 危及美国和欧洲军队的安全 CNN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任何建议认为 北约成员国不会互相保卫 将损害所有成员的安全 并使士兵面临风险 斯托尔滕贝格是对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上周末的声明做出回应的 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再次当选 他将不遵守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 特朗普表示 他将鼓励俄罗斯 对任何未达到军费开支指导方针的 北约成员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并将不像这样的成员国 提供美国的保护 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 未达到军费开支要求 但他最新的言论 引发了关于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的质疑 尤其是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同时 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国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培训和经济支持 乌克兰目前正与俄罗斯交战 美国及其盟友 还加强了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 以应对对中国不断增长的侵略行为的担忧 越南为吸引外国公司提供芯片激励措施 日经亚洲 越南为帮助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公司 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措施 以在中美芯片战争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越南的芯片国家计划 将通过科学基金和与私营公司的联合国家研究 提供行业补助 从英伟达到三星 各公司都希望在越南扩大其芯片业务 越南将从美国的CHIPS和科学法案中 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并已经承办了英特尔全球最大的测试和组装工厂 以色列表示 结束对加沙的袭击后 石油价格开始下跌 雅虎 在以色列表示 已经完成对加沙南部的一系列袭击后 亚洲澡盘油价下跌 缓解了对中东供应的担忧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下跌0.6%至每桶76.38美元 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5%至每桶81.76美元 上周 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导致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 推高了油价约6% 澳洲债券 在亚洲假期期间 美国CPI公布前下跌 市场动态 雅虎 亚洲市场因农历新年假期而关闭 然而澳大利亚债券和股票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出现下跌 许多投资者正在期待周二的数据发布 以了解美联储未来的经济路径将会是怎样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印度尼西亚的平衡行动 中国经济的困境 印度对斯里兰卡的接触 亚洲房地产市场的坚韧 印度尼西亚选举的外交影响 卡塔尔释放印度人的危机 美国外交政策的固执 中国警告菲律宾和孟加拉国 亚洲周末阅读 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之间的道路 印度的GMR在马尼拉机场项目中的领先地位 移民和俄罗斯对全球安全的挑战 香港房价的反弹 和印度对中国公司的审查 总的来说 印度尼西亚的平衡行动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 并将对该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的经济困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限 并且可以为一些国家提供机会 印度对斯里兰卡的接触 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坚韧的特点 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的选举结果 将对其外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并决定该国是否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卡塔尔的释放行动 对印度和卡塔尔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更加灵活和实用 而不是固执己见 中国对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警告 可能引发一些地区问题 这些新闻显示了亚洲各国 在不同领域和议题上的不同挑战和机遇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